对面这两兄弟一人给一个 然后分成了进场 他们没有回复效果 应该是完全打不了 不过毫无疑问 这边Felkins的阵容 当煞王放到中单 选择了团长那一刻 他们的阵容就已经开始偏快 没错 上来之后蝙蝠骑士 先住对面 这把有好运 这把确实就像他说的 我觉得大多数观众 也都会抱着新场比赛角度去观看 一场一二名之间的加赛 对于Zero来说 已经超出了大多数观众的预期 但也希望Zero能够在这局里 继续给大家带来惊喜 看一下双方具体会有怎样的表现 ZZQ是很早的去对面的三角去布防 先锋远古 然后再做一个视野 Zero能够在这局里 有点多 远程一键减速 打得最狠狠 竟然选择了越盾的命石 他好像玩了两把都是越盾 他喜欢越盾 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理解 而且这把如果说杀王 三兄弟打一套双头龙 刺过来 这种血量掉的还比较多 但是一个盾机减了速 他回头提前A了一下 感觉他继续走就好了 人头交换 但是让Skater的Luna拿了一血 这对他们来说 不算是一个太好的消息 中路先反补个兵 反补 来不及 可以 少一个兵的经验 那也还行 反正他下落这个人头给了 也是自己受苦啊 这个对线就偏向于5开 两边都可以出现在那比较前 对 这个对线其实在之前的三方赛事上 有一段时间看了很多次 很难出现说谁把谁打包 对两边占优的情况都有 有些滚滚面对杀王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用这个二段跳 就在对方有蓝有技能的时候 就很怕二段跳 第二段跳在空中直接被杀王戳到 骑普刀这把手感很好 6-3打4-1 两波兵6-3 骑普刀的攻击还是比较值得信赖的 从他出道开始 中国战队 打他面对骑普刀所在的队伍 一般来说都是一般攻击 骑普刀可能是攻城新一吧 就是比较会翻滚的东西都玩得挺好 上路找Crate身上怎么跌了这么多层勇 挺舒服的单杀而且把这个两个兵带到坦内了 骑普刀的机会封住 学了久有 默日这里吃到电怪了兄弟 突然感觉好像不对劲了 打不过再电一下 有没有机会给他试验 被他躲开了 但没关系 默日吃到这个电怪呢 接下来这个对线应该会比较主动一些 而且果然是一个液态火 嗯 咱看他出了口液态火 海明加上露娜直接就没有这个对他动手的兴趣了 马琳不想让兵线进塔 这边拉到大野了 然后这边烧了两个兵 YK得赶紧回来 蝙蝠骑士的话 整体给到船长的压力会小很多 船长有户外魔棒 技术装很饱满 本身是带狼牧酒随便混 这线上你很难消耗地动他 真要动手他的狼牧酒加上之前积攒的魔棒 可能也不会有太多危险 是的 就想找这边的Pono 感觉真打起来不是对手吧 他们觉得这个默日没什么懒 想稍微凶一下 但是自己的血量实在是不足以支撑他这样做 那我喷下塔 目最线截至目前 其补刀稍稍领先一些 防盖帽 哈哈哈哈 上路就是你拉大野我就拉小野 大家互相发育 可以的想A击 然后小单腿跑不动 这波平线进打空气应该补的还挺舒服的 还是选择把这边的睁眼反掉 这个对线情况我觉得可以接受吧 反正还行 杀路路纳其实没那么舒服 18个刀 杀路是不是动手了 动手了 打路纳 能不能先杀路纳 可以 接下来一个无所谓 再往前还有电吗 是魔棒电 漂亮 而且Cretty要小心啊 他限弹能量还有吗 最后一发现在打出来 换掉双头龙 一发野人砍在他身上 有魔棒 再往前走不太好拼了 无所谓这波已经非常赚了 大赚赚赚 而且上路是一个名牌 能不能动一下上路 得欺负一下 得欺负一下 再射一件 这波等于说是踢下去的人 然后最终是用一个酱油代价 换掉了这边大哥和五号位 然后这边就酱油不换 Snake跟你说 我兄弟打双头龙是真没办法 确实没办法 因为这个对线真的比较经典 我来上路玩了 来到上路蝙蝠有火 没学 没学但是船长前中期的输出其实不够啊 就这样其实风行者压力会很小 嗯 而且还有一个点值得注意啊 就是末日他学习的是这个暴食的命食 大多数人可能只会注意暴食命食会给予两个点数 但实际上暴食命食会让你吃来的野怪技能进行升级 这就是为什么他前期电人显得这么透 诶 逆发现直接开电 Skater不知道会不会想起TS1 他们队伍的三号位电人的时候 但是这波来的人有点太多了 三兄弟双头龙可能也得死了 能不能换掉Skater 最后一发冰火就这样吐出来了 能不能在A下漂亮后续伤害成功烧死Luna 在ZQ这个位置被两个人包起来了 自己是没有血火的 正面应聘完全不是对手 被雪球包一下可能也得死 三换一 但杀掉了对面的大哥 差强人意 Wirekins这边感觉吃到电怪之后 就有点着重去帮助Luna去打开这道线了 因为他们感觉二打二是有点打不过 打不过打不过 但这波急速杀王来到上路 标记直接把地震摇出来 冲过来 开风波往后走 伤害够不够 往旁边弹 离开我的风平者 在杀光的伤害还是打死了他 加速圈 你对CQ有危险 一个二端跳 滚滚下来 急速杀王 跟他二人转 但自己的血量远支撑不住了 再绕一圈 魏平 魏平这么棒 撞到一下 停车 ATF没水到 再来一个二端 继续往前吹 应该是必死啊 看能拖延多久的时间 他有TP 但是这个血量不足以 血量TP 不能踢 他又送野了 一剑 可以 等了这么久 为了把人头留给对方最重要的人 服没了 这没办法 上路踢的人太多了 看一下能不能偷吧 也偷不了 也来不及 得观察一下 ZERO这边双降的经验 看到底差多少 双头龙四级出头 这个还不到五级 那感觉可能会有一点点隐患 而且下路很难受啊 末日之者吃到这个电怪之后 本来想出个秘法鞋搞不狠 但是接连的贝斯波 让他的经济非常不健康 对一开始确实是打出优势了 但是有点摇人没摇过对面 冰夫骑士的那波踢下来 因为他是没有血火的 三打三那一波没打过 又要利用这边的传送门 标记 船长 刚到六 幽灵团给出来 弹一下能就到吗 还是吃到船的伤害 四兄弟 感觉Falcons 他们打的好团结 就哪一路摇人一摇就是三四个 Sneeter都来了 好猛 打得很坚决 他们这个前中期打得太多 哎 不是 这一波是不是有点胆子太大了 他想走过去把火焰路径留在塔下吗 不知道他是不是看着那个残血火箱想单杀啊 这 应该 不至于吧 不至于吧 对面其实人刚刚杀完自己的队友 所以那这两波其实就是Falcons 展现出了这个作为顶级强队的一个路名素质 对 他们接连的通过人多打人少 让Team Zero有点疲于奔命的感觉 没错 Falcons确实调整的很快 他们在知道下路末日吃到电怪 这个下路最先2比2已经打不了的情况下 迅速做出调整 连续几波帮下路 然后把GNH换到上路去 而且他们有点把Team Zero打出他们的树是虚了 没错 一般来说他们会两路线站稳之后让 奇异来动 对他们奇异先动 那这样让Team Zero有点疲于奔命的 奇异有点受不了了 感觉兄弟们打架不带我 直接让酱油带自己开 找一些机会 他们需要一些人头 往上走 船长 手里有幽灵船 这样其实只有5级 这样的话船长几乎一定会开出幽灵船 下路再次杀掉了墨尺者 上路能不能也杀掉对面的三号位呢 ATF有感觉一路奔跑 比奥的应该是死前甩出墨尺带 对 一个1换1 1打3 是的1打3反杀一个竞力了 这波其实比奥的个人的经济会舒服一点 此前单杀之后他经济反而来到了第二 但是中路的7亿这把比赛 现在有点被牵着鼻子走 主要是没有碰到扶 这波打得很凶 看对面BF其实直接把船也开出来了 加上船游可以自保 居然海明雪球滚上来 但是刚好滚到7亿的车胎上 立刻被撞晕 这一发箭没有射到 杀起来有点费劲啊 最后一下也没撞到二段跳 空中被打断 斯尼给这套操作其实已经进人事了 但奈何对面有三人 还在追吧有人在落梯 露娜来了 有大招 Skater直接给到月时 体连续吃了四发月光阵王 ATF这波卖的太好了 这个回头小走路水刀刮三个 是成功勾引到了 远程又来一发子弹 最后下被A出了月刃 Skater拿下双杀 一波完美的一号位支援 三个TP ATF在找应该是来不及 这一把Falcons的一个人员调动啊 感觉确实让 Tim Zia肉有点难受 嗯 而且Beyond在下路 是不是被杀王又杀了一次啊 Beyond 是的 这波杀王是在下路杀人 舞台庙 然后LUNA的一个TP支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那波被调动起来 没有吃到智慧服 就导致双头龙在中路很大一段时间在补溜 现在十一分钟才看看来到六级 就包括我看那个ZQ好像也没大招 这个就是连锁反应 当你的酱油被被迫被调动的时候 没有人去管这些智慧服这种资源点 ZQ也是没有拉的 所以说目前前中期的一个战斗力 两边有点不是一个级别了 刃甲 刃甲 刃甲感觉是最克风情的道具 在前面 ZQ也得想办法混自己的六级 有点难受 火枪带LUNA开悟是怎么个事啊 得去撞点别人吧 这不可能是这两兄弟开 应该是路上要找一下杀王 碰个头 碰个头 在找ATF 对方三人在下 动ATF的话 应该有一个比较长 比较安全的追击距离 一个漂亮的小走位 躲开第一波撞 但这个位置应该是没有连撞 啊 这里条头 感觉不是特别理想 风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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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王一个人吃的对面 就是上路这个船长一个人吸引了对方四个人注意 然后活下来了 这波就是最理想的情况也就是三一五万 嗯 那这波就是最亏的打法 没有杀掉一点更新 呃 截止目前我觉得我们需要肯定一下ATF的这个船长 把一个吃技能的三 截止目前我觉得是已经表现得非常好 他那个最后一头选的架子就体现了是吧 是的 无论是上路那个小机械小操作小勾引 对 他上路那个小操作 就让人觉得好像再努力一点点就能杀掉他了 是的 其实差很多 他就能把握住那个边界 有点没地方打钱了 三个塔一个没 这个塔后眼也很致命 一直观察得到分行的动向 好吧有点玩不动啊 会有危险吗 对面已经开始在自己家的三小区打野 分行感觉到了 他的分部赶紧离开这片区域 现在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每次都是被迫被动人 就算打了一个人头不外 你别看人头现在不落后多少 但是整体的一个局势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里感觉到但刚好跳走 VQ应该是没有办法追得上他 四人集结 又白集结了 整个来说就是 节奏是掌握在Falcon的手里 所以说你每次就让TP过来 能造成一些人头的互换 但是你交的TP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可以把你的塔全给推掉 因为你交的TP 你的牌是很明的 我可以打你另外去不了的一个区域 所以说就造成现在这边TZ的上下二塔全部被迫 两边的打钱攻击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对 杨勒勒非常非常难受 就双方明明是五个人 但是Falcon能通过他们对地图的理解 总是造成一个局部的人多大人少 对 然后你被迫支援的一方就非常的被动 这是为什么人头可能看起来没有落后多少 但是整体的局势已经有点往Falcon的方向倾斜了 对14分钟落后5000经济 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落后了 来找墨尔使者的 这位这墨尔使者应该是无处可逃的 往下走 哎 两个人亏神才都往上 但是还有满的沙王 船直接开出来 这个就是人员被调动之后 对面先推了你的两座塔 而你0推不了这边的任何一座外塔 那么你能去的地方其实就非常的明显 就是Falcon通过阅读地图知道你哪里有人 你可能下轮那一波三个人集合之后 你会在这边你自己的三小区库房让空行打进 但是你上路末日时只有那个小区能去 对 就很容易读图 中路又留了一个三杀 没什么办法 就一直粘着走就行的 然后Zgater带队扫图又留到了ZGQ 弹开开火 发地形态 嗯 等马丁的下个跳刺 跳刺过来接雪球 还有海向神拳 开启长盾 已经拖延了足够久的时间 但问题是现在就算队友支援过来 打这边团战可能也不是对面的对手 所以只能让队友们分开刷钱 看一下能不能打一波漂亮的蹲人吧 嗯 感觉只能这样打 因为现在进攻是完全打不了的 因为感觉如果按这个方向发展下去 还在扫 有点翻盘渺茫 又扫下来了 哦 他们跳了 有跳 去下路赢封行者 这个决策说实话有点孤注一致的 就正常来说 我觉得其实 这个 局面下打防守会稍微轻松一点 因为现在你的装备差距有点大 你既然打到先手 你杀了一个人之后 你的后续也不一定打得过啊 而且你末日值得打谁呢 现在对面的三核心都需要你去处理啊 看一下能不能抓单吧 能抓到人固然是比较不错的 看飞尔克斯地图玩的区域也比较紧 不露人给你看 中路就露一个沙网给你 你也不敢动他 名牌露的 十四级的沙网 身上还有个幻象符 马上吸瓦 下路要被抓了 诶 但这波是人多 那被刺到直接给予大招 没什么办法 你这脚打速度太高了 碰的都没办法去摆 好像跳刀的信息 跳刀不如 干不到什么事情 有点急 在地球上一直逛 上路其实 线似乎一直在往这边推 但是你真要抓过去 也就一个火枪手 飞尔克斯的这个防守眼座的有点到位 刚才那波是知道你末日值得在侧了吗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飞尔克斯这里Crate 他这把我觉得目前我觉得打的也非常好 上路一个人在推线 他的经济 已经明显要高出其他三个酱油一截了 这就是整个地图的一个区域 控制差距太大了 对 对面能够拿到太多的 比你多太多的资源 这个酱油顶线你又不想抓 对吧 你想整个大的 但是你能玩的区域太小了 对面知道你在干嘛 这就是非常的尴尬 不过也跟他们这两个酱油有关系 蝙蝠跟双头龙其实是游走少女主力的酱油 嗯 他们更加偏向去跑线 就他们蹲人其实还可以 尤其是双头龙 对所以说感觉可能去防守好一点 但是你都出跳了 你出跳了 直接从进塔内兵不出来 进攻 再被海洋神圈打飞 落地终于普出了兵 但自己的血量已经岂岂可危了 这两个换下一次 对 张勒勒已经没有办法了 来这里打钱 对开大把这两个收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的 确实在这种局势之下 Carry就只能去奇妙冒险 就只能在对方的野区一直去冒险打钱 要不然抓自己的线 自己其实这里已经没有那么安全线可以收 你身符 有眼直接把大招开出来了 A杖大 就真眼 没开出来拉到那个位置 有点小机会吧 但是机会其实也不大 他太肉了 野兽现在有点没办法 而且他们已经打不了防守了 因为莫尔什尔除了跳刀 他非常急于求战 但是菲尔康斯 不会犯那种漏人单抓的失误 他们很少犯错误 就是战队 对 纪律性还是比较强的 你看 酱油全部都围绕着露娜 把这个露娜的BKB等出来 他们要做的就是别人穿团了 你来都给你打 你不来盾就我露娜带盾兵推 就撞到别人骑士 就围绕露娜扫图五个人 非常的紧张 对没什么办法 好在ZERO这边死的只是酱油 带线 可以看到POLO划了一条线 给你们直接带线啊 其实能通过酱油 然后被对面五人抓 把空间拉扯出来 就已经算了比较理想的情况 极限了现在能做的最好 但是这一波带线也好像POLO又有危险 可以如果只死POLO就可以 啊 七一快走 七一要冷静 找错了树林 对 那还可以 这样的话双头龙应该绕一会儿 说不定会出去再出一波 他们是觉得可能双头龙会绕树林 然后击回去去动这个Skid的Luna 所以没有刻意的去往太侧边去找 他们有点怕 CZ这边 用末日的跳刀强行先手 因为第一时间确实是少两个人的 但是Z这边毕竟是凤青者的BKB关键期啊 他们有点不想冒险 站在树林里 不差300块 不敢动不敢动兄弟 差一块也得回家等 吃了下波现在实在是不太感受 中路出来再挺一波 其实这两波Z0运营的还可以 对他们通过这个不停的带线 对 用酱油的生命 却把这个大哥的BKB给灌了出来 客观来说 这两波运营的真的不错 对面经济一直领先 而且这几分钟Falcons 其实一直在地图上找人 对 但是地站做的挺到位的 嗯 找到都是酱油 大哥们也一直在刷钱 经济差距甚至在缩小 对 现在已经来到8前了 这个是个点击手末日啊 慢慢来吧 看一下能不能往后期拖的一个展望 甚至只要要求这个经济派就不再扩大就行了 刚刚又跳到10k是因为天辉这边打了个魔方 对 现在要防的就是Falcons Luna BKB 带盾 那一波 那一波 但是TZ我觉得现在要主动出击了 打完这个魔方 空心者已经拿到BKB了 拿到关键装备的去少一些机会了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如果是末日打到好的新手的话 就其实还是有机会 非常非常的正确啊 他们做的事情 就毫不脱零带水 拿到BKB第一水 你又直接开打 嗯 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标准 然后 他们做的每一个事情 在每一个时间点 都是标准的教科书级别 是的 然后TZ 刚才是两兄弟打魔方 没打过 又喊了一个人 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这一波 本来我觉得是可能一个潜在的 空心者有BKB的一个 团战契机 那这波带上盾 TZ又要被压制五分钟 在 这种比较高效率的运营上 确实还是 没有对面脑子清晰 对 现在 TZ会有点被动 他们 本来最理想的情况是 把线 分开带线 带散一点 然后依靠末日大招 可能去抓一个人 那现在就算你抓到了 甚至说你抓到对方的核心 但是当那个核心复活之后 带盾对面就会要上高 再被找到一个蝙蝠骑士 不审 直杀 无数可长 然后中路里有一多人 还要别人打飞 两枪有细数阵亡 但是各自顶为一波线 带线带线 非常地带线 因着西瓦真的跌地 把人打 西瓦差的也不算多 肚子里面还有一股没消化完的野怪 这两波清一清 没事 经济也没有拉开 还有机会 对 经济也只有8000 对 这个盾 能让他最好就外塔 对吧 给他推 不要破路 但是Falcons 我觉得他们在推了上塔之后 可能会选择低高本人地位 对 上线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有利 传战已经提前把线带过来了 上路做一个集结 TC主要还是前面一座塔没有推掉 有点太难受了 所以地图太狭小了 带线可操作的空间也很少 反正要不双刀都不要命呢 去Q塔吧 应该有个人去Q塔的 去夜太火塔 两座外塔效率很高 直接推掉 把人逼回来了 有信息 中路准备杀人 跳戳 找到风行 但提前开了风步 没有选择强杀 有BKB的 如果说冲上高地 反而会给TZR一些机会 现在来了 上高的逼人 知道末日这边还差多少钱 应该有了吧 有了 走到家就有 然后塔房开一下拖一波 应该能等末日拖好状态 Yakons就想逼人回来而已 他们没有开启塔房保护这波小兵 意味着 当你地图信息上不露人的时候 我就会接着回你的三小区进行一些压制 MFT是在出威光 差的也不算多 几兄弟开了魔物 西瓦 跳刀 墨尔使者 斜指 目前Beyond似乎只放过一个大招 杀了朱海铭 杀了朱海铭 看一下 先点眼看到Snaken想不想动 我想动Snaken 找到了 撞在脸上了 动也得动不动也得动 但控制交流有点重 冰一下拉上了高坡 但他会用雪球滚下来 他用不出雪球 就是一个并不成功的先手 但另一边莫尔使者大招 成功给到了对方的传长 传长听起刃甲 风行者切入战场 开始散射了 先解决了对方残血的酵油 但莫尔使者也阵亡了 没有勇气继续作战了 因为对方的LUNA 手里还有不休止守护 这波先手打得并不成功 是的 一个是技能交通的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海铭来说 他上高坡没有任何的影响 侧面虽然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先手道的人是正确的 但是低沉人被海铭吸引过去之后 没有足够的输出去跟上 主要是我觉得当时的控制段 就只有一个这个滚滚 稍微能撞两下 分行者离他们也很远 要么就分行开着别人被他射死 对 他是选择正面去钢那个LUNA 也没什么办法吧 这个位置海铭破雾 就是很尴尬的一个点 主要是那个位置海铭破雾 你不动他 你要是想绕过他 他收了一杯雪球 你也很难动别人 他跳走之后胆子这么大吗 他觉得对面这个沙王人可能不是很多 自己得冒险去底线 他就是觉得这个沙王 第一时间肯定可能会走 他都跳走了 觉得沙王不会跟 但是其实有一个现眼 其实就是局势太烈了 他如果局势优一点可能就跑了 他现在就得冒险把这种线稍微顶一下 只要你不顶就会变成这样 对面就会来A你的高地 有有的 LUNA攻击高达300 摆得非常迅速 一路高地肯定是不敢想了 第二路的话有塔防而且工作复活 我感觉墨日大招还差几秒的C 但我感觉Falcons 不一定会冒着个险吧 墨日大招差多久啊 24秒 那还是有机会的 我感觉Falcons 我感觉Falcons 我感觉Falcons